继水冰台一期出现雨水渗入问题之后 同样濒临绑额水道的 毗临预购组务项目水冰台二期 也因为设计不符合居民的要求而引发了不满 包括阳台护栏太矮 以及污水管设在晾衣处占据了洗衣机空间等 一些屋主签署请愿书 希望建屋局考虑将水管重新安置在其他地方 来看记者薛时辉的报道 晾衣处设有四只水管占据不小空间 有屋主担心较大型的洗衣机摆不进去 限制了机种的选择 另外浴室空间不大 无法安装淋浴门 阳台护栏则只有一公尺高 不少居民担心容易发生意外 要去做那个invisible grill 不与宝额禁的水冰台二期的部分屋主因此签署请愿书 希望这一区的议员普杰利医生和建屋局给予协助 除了要求把水管改装在其他地方 居民也希望将浴室的门更换成折叠门 并在阳台护栏上装置铁丝窗 建屋局授寻时指出 浴室的面积能够容纳淋浴间、马桶座和洗脸盆 阳台护栏的高度也符合监管要求 而将水管设在亮衣处则是当局预购组务项目中常有的设计 有屋主就指出只要找到适合的尺寸还是能够放置洗衣机的 可能是这个机器它比较没有这么宽 所以我觉得如果这种地方如果你觉得很小的话 你应该凉了好好你才可以去买 你不可能买了然后你才知道放不进 水冰台二期共有1800多个单位 因濒临绑额水道推出时深受买家欢迎 全都还保重到账煉内 刺激 或是时候 太